你好,政治揭露 出家日是2月16日 我錄的是2月15日的晚上 7點多 今天呢 就有一些暴亂在發生 一會兒才會詳細說 他們呢 人不多 但是他們這樣破壞 針對診所 永遠都是說診所近民居 如果大家玩自私 或者特意和政府鬥氣 所有的診所 就不准去醫 那些新冠狀病毒的肺炎呢 最後結果是怎樣呢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很差的 我覺得差不是爆發中數差 而是治癒率很低 大家都鬥氣 有56個個案 有一個死了 有54個個案 在香港在判斷 那就沒有醫好 那怎麼辦呢 不先說 待會再說 先說疫情 我覺得疫情也要報一下 現在呢 全中國 66580個個案 那你們看回武漢那邊 那你們看回武漢那邊 是54406 我計算過數呢 如果 湖北以外的疫情呢 是12174 12174 121個案 在湖北以外呢 我覺得呢 暫時情況可以可控的 我要再講下一個數字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可控的了 也都一如我們既往的 那譬如說 新增的數字呢 只有2648 全中國呢 增加了2648 在今天知道的新增數字 新增確診 但是呢 湖北呢 佔2420 將兩個數相減呢 湖北以外的疫情呢 新增確診呢 新增確診呢 是228 那真的呢 創新低了 228呢 就是說 你整個中國14億人 你計算了香港 只是 增加228單呢 其實呢 疫情控制呢 是十分之有效的 無線新聞 永遠都是報不清楚的了 我對LOW啊 對有線 我就沒有興趣理他了 你黃台 你沒有人性的 沒有辦法啦 你無線新聞 都黃化的 那另外呢 先說一下 如果死亡數字呢 1524全中國 1524 減回1457 就是在湖北以外的死亡數字呢 是67 全中國14億人 不計湖北 計算香港死了39歲 糖尿病 糖尿病呢 應該抵抗力是比別差的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其實是比較差的城市呢 比較差的城市呢 可以點一下 就是 我們講開的河南 講開的 河南 就 OK 滾下去了 不好意思 河南死了十三個個 差 要提的 之後呢 安徽 六個數字 差的 我說四個我不報的嘛 五、六宗我都要报了,重庆五宗,差 黑龙江十一宗,那我报了四个省市比较差点的 重庆,安徽,黑龙江,河南,但是呢 是黑龙江和河南过十宗案,另外一个就五红为六 我觉得疫情整体上呢,仍然有省市令死亡个案,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比如说浙江,浙江有千一宗的案子 温州有近五百宗案子,四百九九 但是呢,浙江是没死人的,其实这个病的致死率是真的低 我们在理性上真的要指出事实 那说开啦,无线新闻报这些疫情 他永远讲大数不拆开给你看,那你就觉得很恐怖啦 哎呀,六万多宗啊,很恐怖啊 死了一千多人啊,一千五人以上啊,很恐怖啊 无线新闻,最差的东张细望,一定要点他来说 他说手机最骯髒 病毒在手机上可以维持8天啊 他这么说 但病毒都要看他的剂量 就是说如果病毒的浓度是很低的话呢 都不至于饮病的 就是他那个破坏力 就是我有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看普罗米兽斯 一部旧的西方的电影啊,五年前左右 他就说,哇,真是很厉害啊 他说那些异形,异形呢,就好像那些细菌那样 飞过去,捐落过 在空气传播 一件东西放在那里,你距离它呢 十米八米,它飞过来,捐入你的鼻子 异形就进去你身体,然后你就 异形里面就会变成那种,那种 破开你的身体,变成了异形啦 这些是幻想世界的东西来的 如果人家一定要某一个剂量呢 我觉得洗手机是应该的 但是你比如说,举例,现在TVB整天都玩东西嘛 有些网友投诉就是 喂,有时候呢 东张西网或是一些呢,他会找到一些的 气纸的哦 当选区议员郑仲恒 你又要访问他,你只要访问黄丝的 大哥 喂,你每次都是搞事的 晚上,有人看美美天王,就是他11点10座的 无端端,他把美美天王推迟半个小时 做头条新闻 有些市民都向我投诉,喂,有没有搞错啊 就是你当中里面 无线新闻 你好像呢,陈国强 他辞职之后呢 无线新闻 去黄色化的情况呢 是严重了 这个呢,我都是要 我们再观察,其实我觉得呢 我们这个台,做政治揭露 当然可能做做下就做了这个 这个传媒监察的了 因为其实传媒的运作很多时候都和政治有关 你去散播恐慌 那当然这个社会就自然就会乱了 那其实就除了 说无线新闻,闹靠叉去之外呢 那就讲一下今天的暴乱啦 今天的暴乱就一如既往,我们以前出过这个图的了 哎呀,你走得不慢 那就是他呢,有些的区议员 带头呢,就去倒乱 譬如说去了大埔啦 好像去了几个区的 我就不是记得了去哪几个区 现在这个表里面呢,元朗我记得是有的 比如说,举例,他们说曹元朗 添叶路的社区健康中心 那屯门呢,呃 我就知道呢,天水围他有搞的 但是呢,这里没有提了,又说 屯门人爱普通科门诊,有没有攻击 屯门我不肯定,大埔肯定有 去大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所 那其实如果你现在,譬如说举例,你在不同的区有搞事啦 今天,我看《无线新闻》他说得很少而已 那我们也不是说太 下去不密去说 但是我见到呢,有时候呢 他们暴乱呢 譬如说这个是西贡区 这个点了名的一些人 这个叫做西贡区的区议会主席钟錦伦 西贡区的蔡明熙 这个呢,冯军安 陈伟聂,这个好人渣的 王卓雅,这个是老天使啦 他们呢,趁这个停货期间呢 找这些青少年呢,去参加暴乱 又说呢 这件事情呢,我想西贡都是关乎于 那个呢 呃,我看下 西贡区,他有个 社区诊所的 那其实,如果一些疑似个案可以去哪呢 如果政府有足够的 处理的时候 那这些诊所是要首先分流的 去疑似 去处理 但是他们的区议员呢 带头搞这个暴乱 带头煽动那些十几岁的娃娃兵 那就是我觉得现在香港,为什么会搞得出呢 就是 有一个社交网络 Facebook啦 Telegram啦 就是这些是放一些假讯息,或者你去WhatsApp 你用WhatsApp的时候,别人扔个录音带的话,大陆已经死了10万人了 大陆现在说死了15万人了,是假的 其实死了15万人了,这样 那就是 他们在放假讯息 煽动这些小朋友 喂,现在被警察抓了,14,15,16 喂,这些红黑社会 踢中一二三呢,是一模一样的 泛民已经以一个黑手党的方式运作了 你黑手党式,就是说,你去滲透入政治圈里面 你们是以一个政治人物,我是什么区议员,好像很厉害那样 就引起小朋友 去参与暴乱 还要在这个疫症疫情,你还要骗他们 说这些诊所呢,就会社区爆发 喂,现在爆发了啦 那几家人 拜年年初二三 一起年初一二去吃饭 还交叉啦 跟着他们 十几天潜伏的时候 大家各自 继续上班啦 有人去感染其他人啦 现在他说五十六宗 有十四 十几,好像十二宗 是外地输入过 跟着有些来音不明 跟着呢,他们再互相交叉感染 就说,可能大家上班 都惹到过了,有个在酒楼 就是在个 官堂那个 打边炉 打完边炉呢 就走去上班,上班惹到 自己同事,那都已经有了 就是你们不是阻止 那个病毒的社区蔓延,因为蔓延了 你们是阻止政府 处理疫情的嘛 现在政府呢,你看着他 有时看电视机呢 就去说,他现在的装备 只有一个月 那其实呢 很明显就是说,喂 你说全球采购有困难 那当然是全球采购有困难啦 所以现在在香港的形势呢 你们再这样骚扰政府做事 那些黑衣户如果你说 那几千人不断偷呢 我们都数过很多了 真的一个月用三千万个呢 现在政府的处备很快就没了 处备那些医务的物资 但是,到时我想一个月后呢 香港可能的处理很糟糕的 真是很糟糕的 其实现在,今天是零确诊国安 但是有些人在那里暴乱,在那里破坏 我对香港疫情是很 很没信心的嘛 这些医护究竟是不是在里面做什么呢 你政府又,昨天我们去访问了 盧重谬 他们说叫普通的医护人员 一天两个口罩 如果你处理胸肺科 真的可能会碰到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的话呢 可能没有限去,但是大家都很自律 可能用三四个 但是现在香港的黑医护说什么呢 是要每个小时换的嘛 然后这一天要用七百九个嘛 但是我们计计会人用十个呢 都用不到三千万嘛 包括了偷 你看着陈肇始终缩了 找两个男人来说话 他们两个说话呢,永远无无奈来的 我也是很无奈的 另外呢,其实昨天呢 很多网民爆发 他们的力量 我觉得都是 很值得 欣赏的 他们说黄之锋那个扣钱的那件事 笑他 他就说 很多玩他了 然后他说 要 扣不完 绝对 绝对再扣你 一起扣钱的日子 恒心的扣 情感的禁区 改造勤心的禁区 只知道此刻 爱你 改造此刻扣你 我不扣爱你 扣你一万年了 好多歌 如美金曲 笨小孩 你给他扣钱 笨小孩 接着呢 张学又有一首歌叫 我扣到病 他说扣到病 每天扣你多一些 一千个扣钱的理由 我扣是永恒 今晚 要尽情 今晚要尽扣 扣到我花儿也借了 OK的 扣钱不止在雨天 情以世变成扣钱以世 穿过你户口的我的手 这是个歌词来的 结尾金曲 没别问 这个是完美的 接着 98样可能 100样可能 变成98样可能 你是否还扣我 我是否还扣你 我的老衬 堆積钱 但愿不止是扣钱 OK 我觉得这些网友 都作了很多 把很多歌词润到黄之锋 黄之锋 黄之锋 究竟什么时候退钱呢 我们预计黄之锋 乱扣钱这件事 他集资过亿 究竟他是走路啊 还是退钱呢 应该是退钱的 但是他用多长时间去退呢 拿着可能 过亿的资金 会不会说几个月后 先炒一转其子呢 我真是不知道 那我拭目以待 究竟这件事 最后呢 想说呢 有一宗新闻呢 我觉得值得愤怒的 我剩下不是很多分钟 我又不想说这么久 但是呢 我看到呢 裁判官呢 那个判案呢 都很值得令人愤怒的 有一条茂里呢 是一个19岁的青年 他这个19岁青年呢 姓賴叫賴云龙的 这条茂里呢 在714咬断手指那一天 咬断手指啊 我做过这个动作的 警察的食指被人硬硬咬断那一天 传媒怎样淡化也好 我不会忘记714的 但是呢 这个赖云龙呢 他就拿把嘴巴刀警察 接着我看无线新闻说呢 他关押了100天 因为他有其他的 比如说 他在机场呢 都是虐待傅国豪也有份的 但是现在审去呢 714就不是审去呢 812 那么他714的时候呢 他现在就说了 他觉得他没错啊 去习警 警员呢 那些裁判官呢 罚他呢 就2000元 接着呢 但是他要继续关押 因为呢 他有份呢 襲击的傅国豪 机场812 即是怎样啊 习警都是2000元 你说警员不要受伤 但是他做个客人 习警的行为2000元 即是你的裁判官 你放水放得很离谱而已 喂 你去习警的话 喂 如果这个是这样的话 警员不要受伤就可以习警 这样呢 也不理解 是否 就是 那个 结果 我有个意图 杀警察 杀他不死 那么呢 这边就不 charged呢 其實這些很久沒有罵那些裁判官的了 被人告暴動罪,有保釋條款 最後發覺這傢伙晚上出去搞事 上到法庭都說給他機會的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醫護、法官或者裁判官 和黑議員 集體就是要我們面對疫情的時候 弄壞我們 你給個這樣的暴徒 你說罰他二千元 他集警罰他二千元 是不是很鼓勵香港很多暴徒 又或者議員 剛才說煽動那十幾歲的年輕人 我跟那些年輕人說 你去報襲警 那個官是我買起的 裁判官罰你二千元而已 我幫你適合 你參與暴亂 我給你的錢也不止了 即是黑手黨式運作 這幫人 你去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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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就沒有事 這個老天使又不知做什麼 是吧 即是你關火門 那個議員辦事處變了什麼 大家都知道 是吧 你有個鬥 有張床蕙就可以了 我講到是這樣 不講那麼多了 香港真的很混蛋 就這麼多了